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 客从中国来 今日第30届菲律宾旅游博览会 在马尼拉举行 这一届博览会的主题是 旅行的美好未来就在这里 而为了吸引中国游客 博览会主办方都做了 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一起来看一下 第30届菲律宾旅游博览会 现场设置了700多个展位 共吸引了300多家 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 预计参观人数达到 8到10万人次 菲律宾方面 希望通过博览会 向世界展示 菲律宾独特的旅游资源 吸引大批游客的到来 重振当地低迷的旅游业 我们有美丽的白色的游客 我们有很多宿泊 我们有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我们是菲律宾的7人 数据显示 2019年 菲律宾共接待国际游客 826万人次 其中中国游客有170万人次 是菲律宾第二大旅游客原国 菲律宾今年的目标是 吸引大约480万外国游客 中国游客市场是 非方优先发力方向之一 菲律宾旅行社协会秘书长 莉莉奥表示 菲律宾将以开放姿态 欢迎中国朋友 中国游客重返菲律宾 也会给当地 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眼下菲律宾的旅游部门 与地区政府正在密切合作 加强设施建设 提升旅游文化体验 巩固与中国的旅游合作 来促进菲律宾旅游业的增长 如在位于旅宋岛的 比克尔地区 当地的旅游资源 以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著称 既可以看到 世界上最完美的火山锥 同时又和生前 与世界上最大的鲨鱼一起游泳 为了吸引中国游客 当地旅游业相关部门 根据中国游客的喜好 正在设计推出一些 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我们将来做一些装饰 给我们中国朋友 让他们可以享受 和一些装饰给中国人 欢迎来自中国的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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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旅游客 谢谢大家